我承认还有感觉 想起你眼里远冒大雪 有天寒地冻才对能确认 我没白白浪费 爱你那些 不过说风筝飞不了的冬天 这些离开是最长情告别 本被烟烟瓦解 灵在夕阳可见 最后的剑影 谁为谁纪念 如果说这是夺不开的泪蝶 你说两个人是两个世界 让一天像一年 让一年像一天 怎么能走进你心里面 是爱你不变 你不得喝 我才不得喝 你不得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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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得喝 阿姨睡了吧 睡了 我呢 工作有點辛苦 所以找你補充一點能量 我還有這個能力呢 你能力多著呢 別說話啊 讓我睡似乎的 睡著了 外面睡覺啊 容易著涼 我送你回去吧 陳理尚 你知道你還有一個 獨一無二的能力嗎 什麼能力啊 掃興 無二 以後工作上 需要我幫忙的 儘管開口 我對我的工作能力啊 還是很有自信的 我正在建立 還有姜伯爾獨特的工作風格 可是我不想成為工作奴 所以 你能幫我嗎 能 我怎麼不拿 既然是這樣的話 為了酬謝你 就再休息一會兒吧 好 怎麼會兒 好 对 你这次快点 你把工资立会 搬书吧去了 对呀 我就在会议室开会 太悶了 還不如換個環境 吃吃喝喝多開心啊 這個時候啊 越是要拉我門司 不然誰能幫我啊 博兒 這是你的風格 我絞盡腦汁也想不出 你能把工作 搬到公司以外的地方 就知道你幫不上忙 你的在什麼呢 我就是想 你想給爸擦擦手 用不著你加好心 陳凌生 你給我放開他 他不是火汁 你跟我出來 跟我過來 撥 你迷藏就是情宿 你在這兒裝什麼火汁啊你 喊什麼呀 什麼 他明明就是情宿 還非要裝火汁 加好心過來看網吧 江聰 我真的是想來照顧爸 你看看你 你都瘦了 肯定累壞了 你放心 這兒有我 我可以照顧爸 江家的事以後跟你沒關係 我雖然答應了霍制 離婚的事情可以暫緩 但是不代表 你就是迴旋的預定 我明白了嗎 你今後不要再開頭 江聰 我真的知道錯了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我以後絕對不干涉你 只要你讓我留在身邊行不行 情宿你夠了 我哥到現在的日子 才跟你離婚就是因為大度 你居然還有臉來求他 這是我跟你哥的事 跟你沒關係 我告訴你情宿 你所有的事都跟我有關係 你只要你一分錢都拿不到 就滾出江家 我告訴你 我不會離婚的 江村 江村我不離婚 情宿你別跟人裝瘋賣賞 你別傷害我 你別跟人裝瘋賣賞 小植 小植你怎麼了 他不是禍之 他是情宿 江波 我告訴你江波 你吃我幹嘛 要喊了 走吧 跟我走 你告訴我 你怎麼知道霍之的 你也知道霍之 你怎麼知道的 誰告訴你的 情宿嗎 知道我的問題 霍之是陳令生的前女友 不過他們倆已經分手了 陳令生親口跟我說的 他說霍之把他給甩了 找了個老外出國了 出國了 什麼時候的事 他們分手 大概有半年了吧 不過哥 陳令生可是親口跟我發誓了 他對霍之現在一點感覺都沒有 你可不能因為這個 就不讓我跟他在一起啊 你怎麼知道 我的婚姻已經到了這半天地 還有什麼資格去管你 真的 那現在該你告訴我 你是怎麼知道霍之的 三年前的車禍你還記得嗎 霍之救了我 這是我現在才知道 天哪 怪不得你一直要跟情宿離婚 哥 那你豈不是太委屈了 所以你知道我要跟他離婚 我麻煩你 千萬不要再去結外 甚至找他忙了好嗎 好好好 我知道我知道 我剛才看他那個樣子 我也不想去招惹他了 不過哥你說 我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跟陳令生混 聽我啊 如果你真的愛陳令生 不要去談究他的過去 嗯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我知道你想問什麼 沒錯 霍之就是我的亂生妹妹 你當時為什麼不告訴我 小雅 你也是一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就在我一直猜測 你到底是情宿燃霍之的時候 你們什麼都知道了是不是 為什麼一直瞞著我 陳令生你差不多得了 那是人家姐妹倆的事 憑什麼告訴你啊 再說了 你現在跟姜波爾打得火熱 霍之的事 已經跟你徹底沒關係了 陳令生 那你看在霍之的份上 你幫我勸勸博爾吧 叫他不要讓姜村 跟我離婚行不行 這怎麼可能 我是說真的 真的真的 姜波爾那麼喜歡你 你說什麼他一定會聽的 這樣吧 你如果幫我的話 我等你找霍之 秦蘇 找霍之 他在哪兒 他不是離開青島的嗎 沒有離開 他一直都在這兒 你該回家了 我找人送你回去 我說的是真的 他一直都在青島 他在青島什麼地方 陳令生 你快走吧 霍之已經跟你沒有關係了 你要再這樣的話 我就告訴姜波爾 霍之在青島 陳令生 陳令生 秦蘇 你愛的什麼心 你明知道霍之不想見陳令生 你還要告訴他霍之在哪兒 你怎麼知道 霍之不想見 也許霍之還喜歡陳令生呢 我這是在幫他們呀 你怎麼這麼自私 霍之怎麼會有你這樣的姐姐 他找了二十多年的親人 有你這樣的還不如沒有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傷害霍之 我不會幫過你 我 我知 媽 小植啊 你來得正好 你姐也不知道怎麼了 把自己關在房間裡面 怎麼敲門都不出來 我听小雅说了 说姜博儿跟我姐 在医院大吵了一架 之后我姐的情绪 就不太稳定 所以我过来看看 怎么又是这个姜博儿啊 姜博儿就是不肯放过婴宿 小植啊 你要不然 你再去跟姜村说说 让她管管姜博儿 姜村这会儿 也就能听你跟她说几句了 上次我跟她说 我就已经觉得 很对不起她了 这一次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妈 你别瞧她 我沦落到这种地步 最开心的人就是她了 姐 你说什么呢 难道不是吗 姜村终于找到理由 跟我离婚 你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姐 你怎么能那么说 我跟姜村呢 你们背着我做过什么 你心里清楚 你敢说你对姜村没有东西 你敢说你告诉她 我跟孩子的事 不就是为了让她 跟我离婚吗 一个错 姜村说得没错 你根本就是无药可救 明明都是自己做错了 还要来到别人的头上 你终于承认了 你跟姜家人一样 你就是想叫我还我 我没有 霍芝 你走 我不想再看见你 要不是你是我姐 我才不会管你 我才不用你管 就算我死 我也不用你们可怜我 丁肃 小植啊 你可千万别听 你姐胡说八道啊 她 她自己都不知道 她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你说 她回不回就身不正常了 那 那该怎么办呢 山之祖 强 解忧 行 语 调 本身 三 六 我 próp 睡着了 来了 我给你拿了点夜宵 我看你这 你不是放手给博二了吗 前一天我状态太差了 可我哪傻的 就这么放手 毕竟我们五星级冰款 这个项目是爸的心愿 我今天看了一下 现在这个项目进展 有些问题 我准备明天回到公司 帮帮博二 谢天谢地啊 你终于想明白了 博二确实很努力 但毕竟经验太少了 我看他也有点吃不消了 好 明天早晨你到这儿来接我 你就回家睡吧 你在这儿你也伸不开腿 睡着我心里踏实 回吧 早休息 怎么回事 这会议不是上星期订好的吗 人呢 这 人 怎么回事 人呢 那个江小姐说 她把会议地点改到她的书八了 说是想让气氛稍微轻松一点 改地方也没人告诉我们呀 我 我也不知道 马上就拨打电话 让她立刻来接我 呦 这谁呀 都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我一直在纳闷 秦英素的厚脸皮 到底是随了谁 现在我知道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呀 博儿 你来公司干嘛 大闹吗 你这么闹出去 丢我们江家的人 对你们母女俩有好处 不是 博儿 我是来找江村的 我刚去了趟医院 大夫说她今天在公司 所以我就来碰碰运气 碰运气啊 你们秦家母女的运气 已经没有了 之前秦英素嫁给我哥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运气 既然运气没了 还挣扎什么呀 还不如痛痛快快地 跟我哥离婚呢 我哥不想见你 你走吧 如果没有赶车钱的话 我可以给你 行行 我走 记得告诉秦英素 如果现在离婚的话 他还可以拿到赡养费 要是再这么死缠烂打 他一分钱都拿不到 博儿 我说了多少遍了 不许对长辈没有礼貌 他算我哪门子长辈啊哥 之前你不让我去 找秦英素的麻烦 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 我都说两句还不行 妈 既然来了 上去喝杯茶 哥 去你的办公室等着我 一会儿有事问你 赶紧走 走吧 妈 这儿有一份离婚协议书 你看一下 里面房子 车子 还有赡养费 如果英素能够给掉 他大手大脚的习惯 今后应该没问题 我了解你 姜村 你对英素从来就没得说 跟我就更不用讲了 是我家英素对不住 我还给你买了一份养老保险 你要不要购目一下 我让方秘书给您拿过来 不用了 不用了 江村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妈 如果是一般的事情 我都可以原谅她 请你原谅我 我不能养你老了 江村 你是个好女婿 是妈没这个福分 那我送你吧 不用麻烦了 你以后也不用惦记我了 你就好好地 过你的日子吧 我看这个 嗯 你先出去吧 哦 好的 你别走 坐下有事了 是谁允许你 把开会的地点改了的 我觉得 在公司里开会吧 太闷了 我就想到书八呢 气氛也好也轻松 吃吃喝喝 会就开完了 这胡闹 什么叫吃吃喝喝 这是开会你知道吗 我们上海的这个项目 不是儿戏 如果泄露了商业经历 你来负责吗 你怎么进了公司这么久 还 还这么不长进呢 我怎么不长进了 融资会议的这件事情 我一直很认真地在负责 我长这么大 都没有这么认真地做一件事情 不是你让方秘书 让我来负责的吗 我只不是改了一个地点而已 你至于这么生气吗 出去 如果你想做的话 你自己做好了 出去 我不知道爸当时怎么会 选你来公司 是 啥 来 开好队啊 你好 跟上 快走啊 来 小心啊 慢点 冲冲 跟上 嗯 好 妈 妈 你来怎么不提前 打个电话呀 这儿这么远 妈没事 妈就是想来看看你 小植 你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嗯 孩子 你受苦了 妈 冯院长他们都对我挺好的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别想太多 哎 都是妈对不起你 你姐现在这个样 也许就是老天爷对我的报应 妈 你别这么说 姐呢 也许只是一时想不开 等她想通了 就好了 再说了 姐怎么说也是当妈的人呢 就算为了孩子 她也会坚持的 哎 但愿吧 小植啊 你说 你姐这么说你 你还惦记着她 再怎么说 她也是我姐 不过有一句话 我是真心希望 她跟姜村离婚 这不管是对我姐 还是对姜村来说 都是一种解脱 哎 这妈也知道 可是她应苏她 她就是不愿意呀 今天 妈本来去找姜村 想替她求求情的 可 怎么了妈 你妈妈说 妈活到这么大的年纪 虽然没有什么本事吧 可也从来没让一个小丫头 把她这么难听过 好 妈也想明白了 你姐的事 妈也不想再管了 我想管也管不了了 江波尔她骂你 你凭什么呀 再怎么说你也是她的长辈啊 她骂得对 我算什么长辈呀 我在她眼里 我就跟姻苏一样 就是靠她们江家养的 两个废物 妈 她是她你是你 她凭什么骂你啊 我直接找她去 小植 算了 说到底也是咱们躲不住江家 还有什么好说的 小植 妈来找你 就想跟你说 你姐的事 你就别再管了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妈 不管事情 结果会怎么样 你放心 都有我呢 我不会丢下你跟姐不管的 我的好孩子 妈活到这么大的年纪 虽然没有什么本事吧 可也从来没让一个小丫头 骂得这么难听过 是 江春今天身体有些不舒服 在家里休息呢 英素 你怎么回来了 我先生说 我知道他不想见我 但我找他有事 马杰 你能帮我叫一下他吗 我先生病了 有点发烧 那个在医院熬的 这不 我正想给他送药上去呢 那我给他送吧 要是他生气的话 我就说自己偷偷溜上去的 跟你没关系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你跟先生好好的 怎么会 谢谢你啊 马杰 那我先送上去 你醒了 你醒了 我是不是烧糊涂的 马杰啊 地方秘书打个电话 让他找个大夫来 明天给我打一针腿绕针 退了烧就好了 来 药给你吃了 喝水 慢点 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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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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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吗 怎么查雷这么仔细啊 这个 这些资料都能翻出来 这简直就是一个福尔摩斯 不过还好 他不知道陈领生的事 不然姜布尔还不杀了我 你醒了 我睡了多久啊 我睡了多久啊 你啊都快昏睡了两天了 吓死我了 都是在医院累的吧 你说医院有护工 家里有我 你使唤谁不行啊 非得要自己过去 我自己照顾爸 我放心 好 来 测下体温 还烧着呢 吃点药吧 这些日子别管我了 你这些日子照顾我 别把身体拖垮了 我没事 英素来过了 她照顾了你一天一夜 秦英素来了 刚才我睡醒的时候 起来一看她人不在了 可能是走了吧 你确定是秦英素吗 那还能是谁呀 不过说来也奇怪啊 英素好像跟以前 又不一样了 是吗 你先休息啊 去吧 哎 来了 英素回来了 我看到家里的冰箱空了 我就赶紧去超市 买了些吃的 我放这儿了 哎 我还以为你 你走了呢 我现在准备走了 江村退伤了吗 哦 嗯 走 走 走 你醒了啊 你昨天晚上发烧三十九度多 我都快吓死了 你要是再严重一点的话 我就该送你去咽咽血了 嗨 给 好像还是有点热 你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没事 烧降下来了 三十六度 那我就放心了 我先走了 回去上课了 哎 我送你 你姐 你行吗 走吧 这哪像要离婚的样子啊 马杰跟我说 秦一苏会来看我 我就在想会不会是你 我知道 你不会路过来看我 更不会特地来找我 说吧 什么事情 本来有事 现在没事了 为什么 我觉得人不能太自私了 本来我是想帮我姐 看到你生命的时候 我觉得我突然想明白了 其实离婚 对你和我姐 都是一种解脱 如果再这样耗下去的话 你们两个都会垮掉的 别这么想 其实这些我早都明白 只是我不愿意去面对罢了 谢谢你 胡志 谢我什么 我这么想 不代表我姐会这么做 你也知道她很固执 而且 她可能太爱你了 或许你可以帮我另外一个忙 什么 假扮情愫 陪我去民政局离婚 你 你开玩笑的吧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你们长得一模一样 你能假扮她留在江家 也可以假扮她 和我去民政局离婚 只要能拿到她的身份证 就来 你看你吓得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说真的呢 没有啊 好久都没笑一笑 那她不一样 不是提名所 不会害人 这是你们最大的区别 可真来过了 何止是来过了 何止是来过了啊 给老爷子擦身子洗衣服 还给她洗手间消毒一遍 你们说的是姜太太吧 现在像她这样 经济到过病人的人 真的是太少了 我倒希望她是姜太太 少废话忙你的事去 对了 这个王律师给你打电话 完了你没接啊 然后打到我这儿来了 好像是有什么事找你 我一会儿去一趟 好 您找我是因为 离婚的事吧 不是 还有另外一件事 我得通知你 早上我收到一份 医院开的证明 说老爷子身体状况堪忧 鉴于现在情况特殊 我这里有一份委托书 先交给你内部公布一下 什么委托书 老爷子得病之前 通过我这边 出过一份委托书 这份文件是交代 一旦老爷子 不能打理公司业务 将由委托人 全权打理公司一切事务 怎么从来没听爸说过 博尔知道这件事吗 我爸现在公布的话 博尔心理会接受不了 我爸说了 江村 你听我说 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 江市地产公司委托人 不是你 是江博尔 其实我早该告诉你 但你知道 我和你爸是三十年的老交情 我心疼你 我还要守住职业操守 我也很为难 老爷子 怎么会把公司交给江博尔呢 他看得懂什么是合同吗 一个连合同都 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老爷子再糊涂 也不会把公司交给江博尔 肯定有人在里边暗中躲鬼 咱们现在就该搞清楚 谁在里边暗中躲鬼 你 你不能跟江博尔思破人 你知道吗 笑容给我 干吗 给我 干吗 你现在不能自暴自弃啊 你去点啊 我只能到现在 你这样想要准备 去想要那儿 吧 我不会把公司交给江博尔 这儿 你这样想要好吗 你来 我怎么会把你让我怕 就满了 就嘛 么哼哼 你 不一样 快点点 方秘书 你怎么来了 江村在吗 江村不在呀 他昨天送我回来之后 就没见过了 那他能去哪儿呢 出什么事了吗 江家的事 我不能乱出来 现在 要跟江村说心里话的人 只有你跟我来 既然他不在这儿 那我先走吧 等等 我还是跟你一块儿去吧 走 好 走 他肯定就在体力馆里面 一生气就来体力馆发现 你我还了解他 我怎么都没想到 听他来这儿呢 你好 你刚刚看到 有人在这儿训练吗 你说江总啊 他刚走一个多小时 这是干什么 这是累死人不偿命啊这是 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他不会想不开吧 想不开开车的话 他有路怒症的 你知道吧 这我还真不知道 我现在还真想不到 咱能去哪儿啊 那这样吧 你按你了解的江村去找 我按我了解的江村去找 然后咱俩分头找 说不定一会儿就找着了 好 就这样 走 走 走 老爷子得病之前 通过我这边 出过一份委托书 这份文件是交代 一旦老爷子 不能打理公司业务 将由委托人 全权打理公司一切失落 江市地产委托人 不是你 是江博儿 建分家 造作 working 代方 法拉 作举 一定是 混账 我很想你 家里还是有你在的时候好 若爸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好想你 没错 没有人来高八状 我其实从你走了一趟 江家连跟江家那样子都没有 我觉得很冷 我不认为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 他可以去等博儿 他可以不爱我 可是我一直在很努力 我开公司 我辛苦地工作 我就是希望 我就是希望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认可我 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还有一点 不想让他做了 他什么离开 我 我都顺着 那你活在想 你活在的半夜 你活在一花 你活在 hecho 你有没有你活在 Matty 你活在的等 ice 你活在这儿 那个你的一教室 哦 长得真好看 你像你妈妈 对 从小大家都这么说 我妈也常这么说 我听方秘书说了 你还好吧 你还好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从小到大爸对我都是这样 别人都说 他对我的眼里是因为 我是蒋家的独子 说我今后要继承蒋家的事业 所以他对我 爱之事 恨之切 说我感觉不到 我心里清楚我每次看到她的眼神 她的眼睛里总是深 好像带着一丝怒话 还有一丝怀疑 怎么会呢 你会不会太明白了呢 我自己心里知道 她从来没有像腾伯儿一样疼过我 所以我从小就很叛逆 我惹她生气 即便她打我 骂我 可就在那些时候我才能看 我在她心里 还像是个儿子 那你这些话我为什么不跟她说呢 说也别用 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 后来我就把一切的精力 放在工作上 我就是希望得到她的任务 可我没想到 是这种结果 我觉得你像不要那么早的下结论 我觉得你像不要那么早的下结论 天底下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呢 我想等爸 行过来之后 你当面问他 现在不要否定他 也不要否定 你们之间的感情 我给妈上炷香吧 我给妈上炷香吧 妈 我们来看你了 他会知道 你刚才叫他什么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們都有一個安全感的人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愛來交換 酒店 我哥經常住的地方 所有的朋友 一點消息都沒有 我哥這是能去哪兒呢 美亮 你哥有沒有朋友啊 也許到朋友那兒借酒消愁呢 我哥的朋友基本上都在國外 國內沒有什麼朋友 沒有朋友 你哥也夠可憐的 連個朋友都沒有 你說這個王律師也真是的 偏偏這個時候把委託書拿出來 給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給你準備又能怎樣 你敢告訴你哥委託書的事 我不敢說 你現在最應該擔心的是 過兩天的融資會議 資料雖然你一直在看 但是你哥不在 可是要做提案了 你準備好了嗎 我怎麼可能準備好呀 所有的這些事情 都是仰仗著我哥的 沒他我可怎麼辦呀 不行 我必須要趕緊找到他 就算你哥回來 他要生氣不願意去呢 你總得想個辦法呀 我能有什麼辦法呀 你還有我呢 我參加過幾次競標 也參加過幾次融資會議 沒吃過豬肉 我見過豬盤 你說這些不等於白說嗎 我總比你強吧 從現在開始 我以一個專業人士的頭腦 替你惡務功課 真的 如果全世界你不相信我 你還能相信誰啊 陳理生 就是要沒看錯你 來 你給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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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啊 跡劍我記不過你 踢球你還不行 你那人犯規 我怎麼犯規了 你來你來你來 來來來來 我也離開北風以後 Oh 也別太傷感 太悲觀 相信愛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愛來交換 謝謝這寂寞孤單 謝謝讓我們成長 不算傷 Oh 我要的幸福也簡簡單單 笑得燦爛 哭得誇張 你是答應 柏柏 來看看這個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們都要一個安全感的人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愛來交換 給水 還有水呢 還熱死我了 慢點兒喝 我得好好謝謝你 你讓我淋漓盡致地出了一層抽飯 那走吧 吃飯去吧 我哪兒好意思 在蹭人家服務院的飯 行了 叫你去你就去 孩子們都等著你呢 吃嗎 嗯 那行 腐敗一把 走 來 江叔叔 球兒雖然輸了 那飯怎麼還得吃啊 謝謝叔叔 有客氣 怎麼了 就是啊 江叔叔是故意說 你知道嗎 知道嗎 老師平常都怎麼告訴你們的 有魚第一 比賽第二 爸 喝去吧 這都是我小時候說的口號 怎麼放心的還好似的 太老土了 老土才是經典呢 你懂屁啊 我老土的 方叔叔 嗯 怎麼了 江叔叔是霍老師的男朋友嗎 你聽說過這個 童話美人魚的故事嗎 江叔叔和霍老師 就是美人魚公主和王子 霍老師不是魚 魚是原來吃的 好 其實有時相愛很短 其實有時相處更難 我和你微細的坦然 翻面看卻也心酸 你有沒有像我一樣 我猜你也捨不得放我 如果要離開北風以後 也別太受感太悲觀 相信愛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們都要一個安全感 所以有什麼好處 所以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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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用愛來交換 謝謝這寂寞孤單 謝謝讓我們成長 不算傷 我要的幸福 也渐渐淡淡淡 笑得燙烂 哭得誇張 你是大傲 所以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 我們都要一個安全感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